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是一个独特的政治人物,他的独立思维和幽默感让世界都刮目相看。 他在西安刚刚过完70岁的生日,一直以来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影响力却无国界之限。 不久前的一件事,更是让全世界为之注目。 在这次莫斯科举行的欧亚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在公开场合对欧亚经济联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普京和卢卡申科两位总统面前半开玩笑地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联盟内的一体化程度最高,很抱歉,他们甚至共享了核武器。 听到这番言论,普京和卢卡申科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两人场下愉快地握手。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基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五个成员国。 当然,托卡耶夫接着还补充道,哈萨克斯坦、基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的整合。 托卡耶夫的这番话虽然可能只是友好调侃,但也凸显出了哈萨克斯坦的独特性。 然而,这番言论可能让卢卡申科有些误解。 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卢卡申科认为哈萨克斯坦也许会担心没有核武器,他建议托卡耶夫考虑加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盟。 卢卡申科坚信,如果哈萨克斯坦能与其他国家建立像他们与俄罗斯那样的紧密联系,核武器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他甚至直接说道,托卡耶夫,你是不是担心没有核武器?加入我们的联盟,就等于拥有了核武器。 尽管如此,卢卡申科也明确表示,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俄罗斯的立场。 这一连串的事件,再次展现了托卡耶夫总统的不凡个性与独特的政治智慧。 他的独立思维和勇于表达的态度,使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无法置若网闻的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我们充满热忱的邀请。 然而,在我最近国内的视察中,我在众多政府官员面前清楚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卢卡申科总统曾有意见提议我们哈萨克斯坦加入俄白联盟国,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他的幽默。 然而,我必须明确,哈萨克斯坦并无加入这一联盟的必要。 卢卡申科总统,你的幽默让我感到开心。 然而,就俄白联盟的加入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必要。 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继续解释说,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所需的一体化组织,其中包括欧亚经济联盟。 就核武器而言,我们更是无需担忧。 因为我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我们始终致力于履行在这些国际公约下的承诺。 我进一步阐明说,我们应在广阔的欧亚区域内,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推动实质性的合作,构建一个强大的共同市场,这是符合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选择。 这样一来,我既没有冒犯卢卡申科和普京,又明确表达了哈萨克斯坦对核武器的立场,更加重点强调了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这正是我托卡耶夫的风格。你或许还记得去年在圣彼得堡论坛,我当着普京的面明确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会承认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 为何这样说呢?我当时阐述了联合国的两大原则,国家领土完整与民族自绝权。 这两个原则在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无限度地推广民族自绝权,那么联合国将不再是193个国家,而可能会出现500至600个国家。 这无疑会引发混乱。这就是我们不承认台湾、科索沃、南奥赛提、阿卜哈兹的原因。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被视为准国家实体的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 无疑,托卡耶夫的处理方式非常巧妙。 他的表态既明确又高瞻远瞩,深入浅出。 在那个时刻,托卡耶夫显得有些愤怒,他挺直了腰板,决然地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也许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借此机会,对那些对哈萨克斯坦做出完全缺乏逻辑和事实根据的评论的俄罗斯人士, 表达我的反对,今天,我要向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感谢,他清晰,直率地阐述了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态度。 实际上,在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需要用华丽的词早去夸大其词的问题,那些没有逻辑和事实根据的言论是什么? 一个俄罗斯电视台的主持人曾经宣称,如果哈萨克斯坦不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边,那么他将面临与乌克兰一样的命运。 这种言论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强烈反感。 然而,托卡耶夫表现得极其得体,他面对普京,既表示了对俄罗斯某些人的不满,同时也巧妙地赞扬了普京,这在他的言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刚重戴柔。 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确表达了一个观点,哈萨克斯坦不会承认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这无疑进一步凸显了他的坚决立场和独立的外交策略。 最后,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托卡耶夫的领导能力与个性。 托卡耶夫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毫不畏惧地向普京明确表示他不会承认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地位。 这需要不少勇气和智慧。 身为中亚大国的领导人,托卡耶夫去年迅速平息了国内的动乱,并在普京面前直言不讳,其果断和个性让人刮目相看。 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复杂性。 总体来说,这两国关系良好,托卡耶夫参加普京的活动就是一个名正。 他曾笑言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经共享了核武器,这也显现了一种友好的幽默感。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大量俄罗斯族人口,俄罗斯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哈萨克斯坦构成了威胁,这可能是托卡耶夫直言不讳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乌克兰危机,哈萨克斯坦在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了对领土并吞的距离。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对自身的双重标准进行反思。 托卡耶夫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可能也代表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不满情绪。 西方不能因为自身利益,鼓吹民族自绝权导致其他国家的分裂,而当俄罗斯采取行动时,又强调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这种双重标准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混乱,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五、六百个国家,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托卡耶夫的观点我非常认同,我们应该将经济合作放在中心位置。 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需要努力提升经济,而非争斗。 冲突总是最伤害老百姓,因此我们应当避免争斗。 冲突